接下來我們來看有地形然後吹東風的情況 所以現在風是從你的右手邊吹下你的左手邊 那我們從右邊開始看 一樣這個氣柱原本是有某個H的厚度 然後它是直線運動的 所以相對渦度一開始是0 那當氣柱移到山脈的前緣的時候 一樣氣柱的厚度會被輕微的拉伸 所以分子的絕對渦度也要稍微增加一點點 那因為緯度不變的時候 你只能靠相對渦度增加來提高絕對渦度 所以會產生反中向的氣流 所以會微微的往南邊轉 往南邊走的時候你就會造成行星渦度減少 所以相對渦度是微微增加 行星渦度是微微的減少 我們就可以維持未渦保守的情況 但是在這個同時你的氣流呢 就已經移動到山頂上了 所以這個空氣柱會很明顯的被壓縮 所以分子要很迅速的很明顯的減少才行 那這個時候你就只好讓氣流很快的變成是順中向轉 相對渦度就變成負的值 接著你的氣流轉成順中向的時候 它就會往北邊走 那往北邊走的過程中 F就會增加 所以這個一個變成負的一個是變成是增加的情況 那一樣就可以維持微渦的保守 那隨著氣流過山以後 在山的另外一邊 這裡也是氣柱會明顯的被拉伸 所以厚度增加上面的分子也要 數字也要變大 那所以這個相對渦度就必須增加 產生反中向的氣流 讓它變成轉回是東風的形式 那轉過去之後你就回到過山前的厚度了 不管是緯度還是氣柱的厚度 或是相對渦度都會維持不變 那整個位渦以及風向就會維持不變 所以東風過山的情況 只會在過山的時候往南邊偏轉一次而已 它不會產生被風低壓 也不會產生Rusty Waves 我們在實際的情況下 山脈的長度通常是有限的 不是我們前面在講解的時候 那種無限延伸的山脈 那同時大氣裡面的垂直運動 會受到穩定度來壓抑 所以氣流過山其實不太容易發生 比較常見的是繞山或者是空氣 就堆積在迎風面的這種情況 但是不管氣流怎麼樣流動 它都必須要符合衛窩保守這個特性 最後我們利用衛窩守恆定律 來比較一下小尺度運動和大尺度運動的 相對渦度產生變化的過程 如果是小尺度運動的話 因為通常緯度不會變化 所以它的行性渦度是固定的值 那你就是相對渦度會和厚度一起改變 那如果是大尺度運動的時候 F通常會有比較明顯的變化 但是大氣層的厚度 改變的幅度通常沒有可視力這一項來的大 所以它就會透過緯度改變來影響相對渦度的數值這樣子 那所以根據衛窩守恆定律 如果你的小尺度運動是鎮壓流體的話 因為厚度改變產生的渦度改變 就可以類比於你在大尺度運動中 因為科視力改變產生的渦度的改變 它們會產生類似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範例 這是一個旋轉的圓桶 它的垂直撲面 這是圓桶的邊邊 那這個圓桶以大Omega的角速度在旋轉 那為了簡化問題 我們現在假設 桶子裡面的液體都是做鋼體旋轉 旋轉之後那個水面就會成泡物面 中間比較下凹一點 然後水面 如果你去分析它的力的平衡的話 就是往內指的會有壓力體度力 然後會有個往外指的離心力在平衡 那不會有克視力 那如果是做鋼體旋轉的話 根據你的腳動量手橫膠的東西呢 內圈會轉的 切線速度會比較慢 那外圈的切線速度就會比較快 這是我們現在這個桶子的假設 我們來看位渦手橫定律 因為是旋轉的圓桶 它的行性渦度是不會變的 那所以相對渦度就會跟厚度一起變化 那隨著水柱往旋轉的中心移動的時候 這個水面往下凹了 所以H會變小 那相對渦度就要跟著變小 所以你的環流還有切線流速都會變比較慢 那當然這是鋼體旋轉啦 那實際上你真的旋轉一個水桶的時候 裡面的水是會流的比較快的 那我們跟大尺度運動來類比的話 就是說你可以想像一個氣柱 從北半球往赤道地區移動 那我們假設大氣層的厚度幾乎是不變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H就是常數 但是你從北半球高尾的地方往赤道移動的時候 這F是會逐漸減小的 所以這個F逐漸減小的話 你的相對渦度就要增加來維持未渦的守恒 那這個就相當於是左邊這張圖的水柱 從中心往水桶邊緣移動的情況 就是從H比較小的地方移動到H比較大的地方 你的相對渦度是變大的 那在大尺度運動裡面就是從高尾的地方移動到低尾的地方 那F減小所以相對渦度增加 所以看過例子之後 我們再回來看最後這句話會比較容易懂 所以我們流體厚度的變化 對相對渦度產生的改變 可以類比於大尺度運動時 因為你的緯度改變所產生的效果